孙亚云 23岁 安徽人 安业学院 外国语专业 大专 早安 女士们 欢迎来菲尼莫书 我认为自己来介绍 我的名字是孙亚云 我从安徽教育学院 英语教育学院 大家好 我叫孙亚云 今天来到菲尼莫书这个平台 想寻找一份幼儿手工老师的工作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还有就是如果我找不到手工老师的工作 希望如果可以展示我的才能 锻炼我的能力 并且和我有缘 还能看得起我 把我当作一个合作者 我们互相尊重的话 我是愿意接受任何一份工作的 因为我的工作维度很多 销售也可以啊 创意也可以啊 DIY也可以啊 还有 做 做领导 做领导也可以啊 做 做培训也可以啊 曾经我的老板和我的朋友们 都对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 孙亚云这个人 只要愿意干什么 就能成功 谢谢大家 小刚老师好 你知道吗 我很崇拜你的 我就看了两期给你莫属 我就爱上你了 那个 是尊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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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刚老师 亚云先 我先唱一首歌给您听吧 不要 亚云这样 我真的想唱歌给您听 让我唱一下吧 不要 等一下 真的 我不是唱给你一个人听的 我还唱给观众朋友和他们的祈祷 好 祈祷一会儿再祈祷 好吗 有你需要祈祷的时候 这样 你答应我给我唱歌的机会 我喜欢唱歌 我爱上唱歌了 谢谢 谢谢 小刚 你俩这个感觉 特别像小萝莉碰到了大叔 大叔也有承受不住的 其实他好可爱 你知道吗 像小孩子一样 每个人都有天真和小孩子的一面 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天真了 你在这里能够住的这么久 就是有天真啊 因为只有天真的人 才会受到上帝的庇佑啊 有 少刚老师 你现在终于知道代沟是怎么回事了吧 好 这样 文浩 你们先不着急说话 好 你们容我 在 这还能正常跳动的时候 我问两个问题 然后呢 就全部都交给你们 好吧 安静各位 各位安静 稍等你是哪年毕业的 我对时间没概念 我能不回答吗 不能 能给我一个回答的理由吗 这是面试啊 这是面试啊 这是面试 我没有问题了 来 各位提 我愿意回答 因为这是面试 对 小姑娘 这是面试啊 你必须得回答 孙雅云啊 你如果觉得调戏一个大叔 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调戏 要不然我也不会不想 我也不会说 我浅诚地想唱歌给你听 而且我今天觉得我很幸运 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主持 我能来到这里 我很感动 不过我不会哭的 真的 我是上帝派过来灭你的 帽戏来 来 那个姑娘 你好 你今天是在做秀呢 还是过来面试的 我好疑惑 我从一上台 我就怀疑你上来是做秀的 你表演了多久 你准备了多久啊 说句实话 我本来想跟他们说 我不想准备的 但是我一准备就想做秀 我一不准备 现在就是临场发挥了 那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毕业的 上面什么都没有 算一下 10年毕业的 我确定 最近那三年在干什么 最近三年 一直都做幼儿老师 幼儿英语老师 不是手工老师 我觉得你做幼儿教师很合适啊 跟你的性格也蛮搭的 干嘛要画 因为我 真正我的梦想是手工 他和我是童年的时候有渊源的 而且通过手工 可以锻炼孩子的能力 你又想做这个手工会老师 为什么不在幼儿园 这个系统里面去转呢 因为我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人家给的东西 都不一定是好东西 自己抢来的 必定是好东西 那是你自己花费了你的努力得来的 所以我就是想到这里来 找一份特别好的工作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过去三年 你没有去面课试啊 面试 有没有去这企业面过试 面试过N一次 而且一般都是我引导老板的思想 多少次 N一次 什么叫N一次 很多次 无数次 就是很多很多已经数不清了 N次 你这样你没反思过吗 面试N次也没换成工作 没有是我不要他们 亚云啊我们要客观一点吧 那我就没话说了 那我就没话说了 你这样说的话 我说真的你要客观一点 要不这样吧 我们就问一下沈总有没有职位吧 其他我 对对对助理 助理 亚云啊 我想问你 我们安环节来好吗 我不想搞路 不 嘉云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节目 你刚才说 你引导了很多老板 其实确实 你今天也引导了我们 引导了你 不是我们 引导了我 引导了我 有信吗 好 好 各位 我们不客气 各位因为时间 各位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现在呢 就来做第一轮的判断 主观判断 第一印象 区会的刘 选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现在有一盏灯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沈东军提问 你现在就是已经是幼儿教师了 但是你做出的选择 第一印象 还是幼儿教师 那是不是你过去的那个 工作环境不好 还是薪资待遇不好 不是 因为我来北京了 之前我在马鞍山 然后我现在的目标 也不是仅仅是一个幼儿老师了 因为我可以觉得 我可以做培训 或者是讲师类别的 做培训师 其实我有一个 那个孩子需要培训 但是很可惜他在澳洲 所以 这是第一个问题 没事有缘再见 家庭教师 其他方面你看 你还有什么特长 可以向我表达 来 陈老 沈总 我代表我们报纸团 郑重托付你一下 那个 这个简直小公主 跟珠宝王子的故事 一定不要上演好吗 咱就正正经经的说工作 说职位 咱别扯得 都懊着我 而且 没关系 我觉得他说话 不要 不要 因为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 陈老师的 你别打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陈老师我们按照我们的规则 既然呢 那个 我实在忍不住了 就我说你这个 做个求职者 连最起码的尊重 是吧 一些职场的守则 我完全都不知道 怎么能可能到这来找工作 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对不对 但是恰恰有人推波助澜 我觉得非常的 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这是会极大的误导 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大学生 因为我知道大学生 会非常愿意看这个节目 是的 你不代表正常的这种求职者 来 黄伟把话能给刘慧甫 谢谢您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您说的是有 不是不全面的 姑娘 现在我说完了 好吧 我觉得呢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要 这是邵刚的最后一场 邵刚一个主持人 今天在台上台下的boss 第一个尊重邵刚的流程要求 我相信大家不要再说话了 第二件事情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boss 我们就能低估观众们的智商 对不对 今天这个节目 就让它进行下去 进行到结束 非你魔术走到今天 我相信是有高素质的观众的 结束 谢谢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把我这句话再托付一遍 我非常尊重这个节目 我非常尊重这个平台 我尊重每一个求职者 我尊重每一个老板 因此 我非常痛恨 第一 我痛恨求职者来 不是求职 是来表演 因为不是每一个求职者 在写了简历之后 能够来到这个平台找工作 我希望 把更多的机会 留给真正愿意找工作 和真正能够工作的人 我痛恨表演的人 第二 我更加痛恨老板表演 老板代表的不是自己 老板 往小了说代表的是自己的企业 往大了说 他代表的是 很多没有进过职场的人 他对职场的理解 也许我们每个人 在没进职场之前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梦 这个梦本身进入到职场 就有可能破 老板们 你们可以尽情地 再合适的机会 来宣传你们的公司企业 但是 如果把求职的平台 变成自我表演的平台 我认为是可耻的 少光老师我想握个手 这就是我爱您的原因 句号 我说完了 少光我做一句话可以吗 其实亚云并不坏 他只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 是的 我希望是老板 如果你的亮着 就负责任 今天是少光的最后一场 你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时候我亮了就负责让他继续留灯吗 听我讲完一句话好吗 不要亮下去吗 抱歉听我讲完一句话好吗 今天少光最后一场 可能三个月之后 其实这和最后一场 听我讲完这句话 听我讲完这句话 停 这是少光的最后一场 和最后一场没太大关系吧 如果三个月之后没有少光的三个月返场 但我希望三个月之后 你能对今天在场投球者负责 你为什么要判断我 如果他的灯留着的话 要留着呢 平静 那你后面不是为着留灯 那你把大家都留在这 那我必须要了解他后面 各位 首先 那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规则呢 不过是这样 东军是这样 不过是这样 他其实后半段表现比上半段好 是的 如果上半段你都留了 下半段是更值得留的 沈东军是这样 没错 对 稍等 你都那么多助理了 也不再多一个 沈东军我想再说一句话 好人就做到底 各位 对吧 既然做好人一定要做到底 小刚刚让我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具美油品来的企业上 来的群杂上 招很多人 台下做十几个人是我们公司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的老板 你做事情不是台上给个工作 回去把它开掉 而是让你的员工 在你企业里面 有个发展成长空间 今天我很高兴 因为我的员工们 我相信他们发展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是负责了 对不对 对 希望你也如此 来 去会的刘选择 谢谢 去会的刘选择 谢谢 资料源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爱你的手工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我会再见